好了,你現在聽到當然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網上編輯報證和撥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一下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說一下G7 因為G7教宗 聖方濟,或者叫方濟國,不要叫聖方濟,不是聖人 Pope Francis,他去了G7那裡說話 為什麼他會去說話呢? 因為這次在意大利 嚴格來說,他長期都是在意大利的梵蒂岡 教宗 教宗有講到幾件事 他有講到AI 他為什麼會提醒大家AI這件事呢? 其實教宗也是擔心的 你搞AI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一般人? 會不會一般人找不到食物? 現在有個說法 就是美國國中搞AI的方法 就會搞到一般人找不到食物 中國搞AI的方法 始終一般人都會找到食物的 現實就是...我跟大家講一個現實就是... AI這件事 其實會不會搞到大家找不到食物呢? 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性是很低的 當然有些人是喜歡聽AI 為什麼說喜歡聽AI呢? 就是...有什麼都要問AI 要寫一個電郵都要問AI幫我寫 要查GPT幫我寫的 有些人寫一份報告都是找AI幫他寫的 例如說有疒疑疑疑疑問 本来能力不是很足够的人 对他们来说,最初可能是一个帮助 因为他们可以依赖AI做某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这件事 到最后就害了他们 这种工具是 那... 太公分珠玉就说,开搞AI是不落地没用的 其实现在人人都在搞的,大公司的间间都在搞的 他要有自己的模型 他自己个个人在搞的 因为这件事 理论上就是可以... 理论上我一定要说,可以省得到人手的 事实上,有些应用真的可以省得到人手 事实上是有的 譬如有些公司他们写故事的 譬如玩游戏的,写故事的 那用AI帮忙写 用AI帮忙写是... 是省很多时间的,因为你想少很多 你其实只是跟AI模型在那里吹嘴 当然你要自己打一个伺服器 在那里吹嘴... 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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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然后你就可以抄下一件事 那...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人是有惰性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 人是有惰性的 他一定是做最少的事 想着拿最多的收入 一件事就是追求小奴多德 当你是去追求小奴多德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其实是 还有... 如果你要搞创科 现在当然很多人都在用AI的帮忙去搞 其实里面现在搞AI的人 有... 我猜... 这是我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说自己搞AI 其实他们都不懂的 起码有一半是骗子来的 就是现在搞AI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就是他们的小公司 出来说搞AI 要人投钱下去 起码有一半是骗子来的 人次郎穆穿羊 我是电脑白痴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特别 其实如果你的工作 本身... AI是帮不了手的 你是很安全的 就是工作不会说没有了 有些东西根本是AI是帮不了手的 举个例子 现在说建筑机器人 又要加AI 那些 就是你做到一个AI的建筑机器人出来 你可以聘请很多个建筑工人 有经验的建筑工人 你可以聘请一大堆 所以有些东西根本是没有好处的 现实就是 不过现在人们是要吹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概念是由投资者扔钱下去 不过在大陆 讲现实就是早几个月了 早几个月 其实投资人已经开始有警觉性 就是... AI的项目很多都是不行的 其实就是 所以腾经就说 英国做IT的亲戚被人炒 找了三个月工 他说AI取代了他的工作 如果他是做support的 就是他做ITsupport的 其实他的工作是有危险的 因为ITsupport那些东西 你要一个AI模型 学完他 就要五分钟 这个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他自己是做ITsupport的 就是... 如果要考证那些 AI去考也是很容易的 是五分钟、十分钟的事情 他就可以考到证出来 就是学了之后 他就可以考得到 你用很多时间去学 都未必能考得到证 AI就慢慢考到 有些人的工作是会被人取代的 这是现实的 现在教宗他对这件事 有警惕 其实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但是... 不只是他说AI有危险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搞AI 本来搞开AI的人 他对现在搞AI的方向 都是觉得有危险的 其实就是 现在教宗他就出来说 他就说 你不要弱弱东西都用AI 用少一点 其实... 有没有帮助他出来说 其实他的影响力 相对现在是小了 以前教宗出来说很多东西 那些人都会给面子 现在就不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 这个教宗他就说 这个AI 就是... 这个AI是 很可怕的 就是... 引人入性 和... 同时也是很可怕的 同时是... 其实他没有说错的 现在究竟有好处还是不好处 以及之后会怎样 其实... 每个人都要警惕的 就是在自己所在的行业 就是... 早几年 这个... 荷里活的那些编剧 为什么他们出来要罢工呢? 其实就是... 根本... 他们那些大的制作公司 一开始已经是用那些故事 就是用那些AI来写故事 就是用那些故事塞进去AI 训练了一个AI模型 那AI模型 就可以帮忙写故事 那... 有些人是怎样做呢? 就是... 把AI写出来的故事 扔给别人去改 那... 实际上这样做 就会很影响那些... 就是... 本来写出来故事的人的收入 那... 当它有很大的影响的时候 就是罢工 之前... 这个荷里活的... 那些... 那些编剧罢工呢 那些制作人罢工呢 就是这些原因的 和AI也是有关系的 那... 现在大家都要直面一样东西了 除了外勞的竞争之外 还有AI的竞争 那没办法 你只能够改变自己 不能怨天由人 就像超哥所说的 真是不能怨天由人 你只能够继续向前 这就是那个现实了 那... 梁家文有人说 AI是人类自取滅亡 不过他也相信 搞AI的人 现在有不少人都出来说的 就是... 现在搞AI这个方向 就很危险了 但是... 是不是真的很危险? 我真的不敢说 我就知道一件事 就是... 微院 他们现在搞自己做一个 AI帝国 现在那个... 印度人 做...印度裔人 做CEO 他们就要搞一个AI帝国 出来 就是现在 OpenAI 那些 Copilot 那些是刚刚开始的 他们是会搞很多AI的东西出来 是越搞越多的 CM James Ho 他就说 作曲用Composer 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当然有了 但是现在 用AI去搞很多其他东西 AI是... 就是... 作故事 如果那个工作是牵涉到作故事的话 很多人都会用AI的 如果是写稿 譬如还有一些是写稿 譬如你训练的AI 就是专业写稿出来 咀咀... 咀咀人的 咀咀美国 美国快要崩溃了 你可以训练到一个... 模型出来 他是可以很憎恨美国的 是真的可以这样的 他接着说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说 美国怎么会崩溃 可以训练到这样的 那Tony Chow 如果捧几个AI明星出来 真人明星就没得干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低一点的 其实... 我觉得到现在也是 除了教宗说大家要警惕之外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要警惕的 这个AI后续带来的社会问题 是很严重的 现在当然很多人都说 没事的,没事的 但是... 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件事 就是... 有些人就很相信AI 譬如... 写个email也要找AI寫 或者... 写篇稿也要找AI寫 慢慢的 我自己寫要一个小时 找AI寫五分钟而已 那我当然是 省了55分钟 但是... 有些人... 他们觉得... 有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我现在找到钱 而已 之后后面... 怎样我没关系 那我就告诉你 这些... 就是AI危险的地方 人类的惰性是最危险的 我的看法就是... 你一懒就很危险 其实就是 Nake Riefer就是 人本善又本恶 人用AI行善快 还是行恶快点? 一定是行恶快点的 AI 一定是 做坏事 就是... 科技很多时候都是用来做坏事 一开始的时候 是用来做坏事 做好事是少的 就是造福人类的事情 是很迟才会做的 其实很现实的 Kokemi问了一个问题 AI骗案多不多 AI变成了一个骗案的工具 就是帮忙换视频 换个样子 去做骗案 其实现在有人是做这些的 不是开玩笑的 是真的 正棍分裂员就说 取代了人 没人有工作就没人消费 没人消费 社会经济就会死 有些人是不理的 有些人觉得 最重要的是便宜 我要压低其他人的人工 人家死就是人家的事 我不用死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很糟糕的 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 我没事 人家死就是人家死 关于QC Android Mac就说 AI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因为难分真假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要监管多些 还有大家要警惕 因为现在的骗局 他们加上AI 还有 他们以前 写的骗局的email 有些英文错流百出的 但现在 你留意一下 骗局的email 骗局的短信 现在的错流少了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他们有一部分 用AI去帮忙写 就是把整些东西收拾好些东西 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做的 所以很难搞的 太公分之欲就说 现在练AI的方法 是订色仔 不是订色仔 他通常训练AI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 在后面 很大的数据库 在后面 而且有一件事 叫做Prompt Engineering 就是你不断和他聊天 你是跟AI聊天 接着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有答案 接着 譬如你不太喜欢他的答案 你就跟他说 这个讲法好像不太好 他接着又会改变他的答案 来迎合你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这样的 你用Prompt Engineering 通常都是跟他说 你要做些什么 就是用Action Words去叫他 去叫AI做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这些是一些实践的经验 所以我说一些实践经验 所以不是订色仔的 其实就是 你说 完全不知道 那些东西是怎么练出来 还是练到一些邪门的东西 其实呢 你要练一些邪门的东西 你是有办法的 你可以教到AI很偏激的 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可以教到很偏激的 这些是肯定可以做到的 这些是因为语言大模型的 而已 你不断跟他说一些很偏激的东西 你不断很没有礼貌地 他就会借你 其实是可以的 现实就是这样 你可以令到他很偏执的 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个大模型 你可以令到他很偏执的 是可以的 当然你说 我不是 如果只是用CHAT GPT 那些是不行的 因为他本身已经 有些安全保障的 不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 他是有些安全保障的 他就是 不会讲一些政治敏感的东西 其实就是 Freder Wong就说 AI始终不及人类 没有emotion 其实他们 就是这样说 就是 要模拟人类想法的方法 其实也不是这么理想的 不过 那些人为什么要做呢 其实说到底 也是 都是为钱的 因为 可以取代人 可以省钱 就是用机器取代人 这些东西 本身是可以折省成本的东西 折省了成本之后 那些人怎么卖食 这不是很多人会考虑的东西 为什么不是很多人会考虑的东西呢 我也是讲过现实 因为 做生意的人 有很多 他们只是看过钱 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只是看过钱字 总之 有钱找 省到钱赚得越多 那就可以了 其实是 那 Nate Riefer就说 AI仿真片 二假乱真会很大事 如果做到 即时给反应 就真的是灾难 其实现在有的 他可以即时给到反应 譬如 你讲话的那些片 即是Deep Fake 那些片 现在是有办法 差不多是Real Time 不是真的Real Time 它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其实是很夸张的 那 为什么之前有当事被人欺骗了几亿 那样 他就是因为中了这些 AI片 是中了算的 没办法 所以这件事情 大家都要小心利用 小心利用 不要认为 国家搞了 一定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 国内 我也讲了一个现实 给大家看 其实AI 也是市场主导的 国家就有监管的功能 但是 在市场上 有些人什么都敢试 这个现实 是 真的 不是开玩笑 好了 休息一会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看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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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